有时候仔细想想呢 这开箱模式里面最穷的并非极高 而是他 这么一对比吧 确实啊 连人机都比这位粉丝飞 这点东西啊 估计还不够敌人塞牙缝 一点启动资金都没有 我们慌吗 不慌 都不是事 刚才呢刷了40个鬼牌 总共100万 确实买了身心头 希望这把牙开门见喜 其该得胜 胜利在望 我的喵 我的狗白呀 100万的装备给打水漂 所以我决定赞 暂时先不说了啊 挪奔男少的赚点吧 看到前面那个负货点呗 倒机时一结束 他就得窝 来一下 填包圈 嘿 你可真是个散财小童子啊 六头就差双手给我上弓了 去黑市附近蹲一波 我去啊 果然有惊喜哦 不过很可惜啊 就爆了个紫光 作为限责的我呢 紫光也是光 填一下 缺一去看看 有没有好东西吧 哇 起来 金条 可以啊 被人抢先了 没办法 咱这装备呢 打不了持久战 先稳一把 把六头先带出去 这把负货点呢 直接就是黑市附近 直接翻身下窗 成功跃跃 哼 还想困住我 可惜 这把只有一个探测器 好歹也是钱呢 全款拿下 再买个西航枪 这样呢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走 下地铁剪拿出去 前面好像是敌人脚不生 不像是金 先拿两发 牛大虾嘴脸 哼 果然打得好 不接得好 不过又是一个穷光弹 哎 还有高手的 去赌他一波 哎呦 好险啊 差点自己搭进去 接下来就是 各位喜闻乐见的 白皮尔黑梅环境 追马开门 很好 你的任务完成了 送你回家 发财了 发财了呀 金条一来 直接一波飞呀 66666 再把这边的每周奖金收一收 看看宝箱能开出什么 牙舞独眼 金只大菠萝 还有独眼六头 雪赚呀 再来 普通六甲 一般 最后买个六级包 六级套呢 也算是七活了 34块 这比上次87块的粉丝更离谱啊 所以呢 这把帮粉丝赚钱的事 全死 走 填包去 哎 咱别舔了 咱就让奔奔杰舔吧 上把白给 可这把就给力了 还没等我出手 队友就给敌人解决了 舔包呢 是我最为熟悉的一项机呢 哦 恶地 恶地 打上恶地 你不是宰帮粉丝吗 呃 这样的外卖盒呀 完全算不上什么 红的 红的给奔门剪留着身边 收了一套六甲五包后呀 队友劝我把这个六包也拿上 嘿 这都不好意思呀 我呢 其实不想要的 可队友拿着牛带 瞄着我的头 逼着我剪 我怕他们占我嘛 就只好拿了 哈哈哈哈 OK 打包完成 OK 你已经死亡 在这个游戏里呢 意识和枪法比我都厉害的 那一般都是华 嗯 难道你们没有一丝怀疑 刚刚的几位敌人吗 哦 各位 打几机是难啊 今天这钱 必须给粉丝赚的 赚不到呢 就不许下班啊 诶 倒了一个 要上去 要上去 虽然我打的盒子 没有掉啥好东西 但是神仙队友 为了安慰我啊 直接把东西全送我了 嗯 别挡了 我都看到了 T粉丝 谢谢各位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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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呢 我给3号满费 哈哈哈哈哈哈 再把这个红秋裤拿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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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把枪都丢弄了 那你今天活不成练 过去 三号牙了 赶紧帮忙去 我是病 白门姐架下枪 白门姐 找一个找一个 又不是知识啊 还有一个 小心远点 小心远点 看到了 在图书本顶上 不是吧 真有人这么狗啊 队友都死完了 还狗的 瞅瞅 还敢放冻枪 好嘞 这回可以安心填包了 我看你们蛮满地的 一个箱 它们两根金 我猜 我去啊 这不就是百名的能送钱吗 金条呢 我就收下了 哎 差点忘了 这还有一个漏掉的红光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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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嗯 不错啊 这个溜头剪的可太爽了 可惜了 队友语诺图书馆 帮他带一把妹孔 对了 金条也别忘了 溜 一把雪砖小一百万 可以了可以了 粉丝肯定喜欢 有个事情我一直都搞不明白 你说我这仓库里吧 妹孔大巨龙带飞 六头六甲齐堆堆 偏偏粉丝三国却一言难尽 这边又抽了一位 说自己赛季末了 都没穿过六甲的粉丝 今日帮忙奔上线 帮他赚点六甲和W 走起啊 看我们这组合吧 同为白挑大队 我这还是二姐甲 脆的哈 不过各几个放心 我能带飞 定个小目标 先赚他一百个W 刚刚说了让你们跟着我 飞不停 飞不停 自己要送 就别怪谁了啊 我得想办法 先把我的二级套给换了 不解 蹲他一手 慢慢抹上去 就躲这里 等他出来就打 来散 榴弹清场还有一个不敢过来的 这个一看就怂了 脚步没了 应该是往后退了 压上去 榴弹开路 非常好 这把精致DBS可以 玩这个游戏就不能怕 你越怂了他就越打你 反正都是死 为何不死的有尊严一点呢 四级头也拿上 能拿着通通打包 最后蹲一波弯道 如果能再灭掉一队 那好日子不就来了吗 不负有心的 终于来了 哦 是个毒狼啊 前面有枪声 哦 瞬间就残了 有点东西啊 准备受死吧 刚才的故事告诉我们呢 光靠打架呢 有时候不仅能支付 但有时候他也会白给 于是机智的我 准备来个劫富济贫 来吧 狗子 这会怎么做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预备 拍我 嗯 这波配合很nice 这些狗人收下吧 探测器啊 还行 白嫖也不亏 这个箱子明显就是不给面子 最后一个呢 虽然没有金条 但是男徒也行 抵得上小半根了 哎呀 有敌人混进来了 这把本来没打算打架的 这是硬生成要逼我走火了 哇塞 独眼四架 终于可以换二阶架了 接下来是后面这队 我这人呢 就喜欢转略 就算装备比我强 也照打不我 不得了啊 这个包更飞啊 独眼武德和武甲 起飞啊 这包 再开一把 马上就要被小康了 好家伙一个个都没背包 看不起谁呢 我这不是有个二级的吗 有了这上一次的成功经验呢 这回可算是得心一手了 不过在赚钱之前 先把前面这个敌人给解决掉 快来呀 我的DBS已经等不及了 喵的 这一发流量差点让我起飞 哎 这敌人身上这么富 怎么包里的东西这么难 没道理啊 不过呢 没关系啊 哎嘛 都掉半血了 咋还不开门 嗯 可算完摔了 狗子 你就安息吧 这一把能不能赚钱呢 可就全靠你了 哇塞 第一个就出蓝图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里准藏着好东西 嘿 我说什么来着 好久不见 非常想念哦 差不多赚够了 打架也没有赚到六甲 但咱们可以去黑市买呀 不缺钱 完毕 下单 你们知道啥叫真正的赌怪吗 这是地铁下架前接的 最后一项粉丝扶贫人物 他的仓库绝对是一贫如洗 一键六级投奖 这个两级包够了 装十个人机架就行 给大家当场表演 啥叫单车变摩托 制服第一步 扩充自己的背包 第二步 找变卖物 这把也就简简单单的 发展展大机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加上队友给的金条 以及图屋馆开了两箱子 凑了两家 好歹是身家上了百万 满载而归 撤 本来吧 我以为我已经够倒霉了 结果队友莫名其妙被系统干客 难懂 光字 该修什么bug 这下不用我说了吧 不过还好 身上的装备没掉 真要掉了呀 还不好交差 重整机构 再来一把 这次啊 我们说啥也得去活活一下 打boss的敌人 秀活新整了 属于是 人都到齐了没 咱们直接上 哎 露枪管子了 二号不能抓侧身的 先给铁板上的敌人压制一下 要是打交叉了就麻烦 哎 跑出来了 nice 给他补掉 不留机会 不好 还藏着一个 直接上烧塔 占领高地 还藏了个老六 想不到是个毒狼呀 哦 这个五级包 我就先收下 等着剪斗呀 绝对不可了 得找个机会 给他们一锅完了 出来一个 可惜了 威力不够 不然呀 两都得爬下 嗯 还有一个跑到围检号码去了 那啥 你们直接马上去 我再高点加强 哼 终于等到你 收 不错呀 这下武器又着楼了 两把精致没扣 再加上从敌人身上扒下来的六甲 够你活活了 谁呀 这么狂 光连画了指甲打boss 瞅眼呢 大人呀 实在真变的 独狼都敢这么狂了 包里的东西捡一捡 虽然不是很富呢 但是十来万也是钱呀 嘿 搞定 这个粉官告诉我 包里至少有个五级装备 哇 毒烟无价 谁也别争啊 这件是小粉丝的 走走走 撤来撤来撤来